你的家乡会消失吗? 议长吴秀华指出 台东有13个乡镇被列入会消失的名单中 人口逐年减少、老化 现在台东人口数只剩下21万8千多人 他质询县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简单的来说 就是当地的人口少、收入少 就会被列进来 就台东县而言 16个乡镇 就有13个乡镇 是被列入濒临消灭的地方 目前除了台东市 想当然了台东市 东河乡、绿岛乡 对于这样的状况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忧心 那县长我想请问您 你们的家乡都有可能会濒临消灭 对于这样的危机 县长我想请教您您怎么看 台东现在发生的问题 整个台湾发生的问题 人口少其实问题还不严重 严重是人口结构非常不对 我们是老年人太多年轻人太少 那这个结构才是最严重的 就现在看到的状况 我们在做的努力在做的是 当然鼓励生育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鼓励生育其实缓不济记 那另外就是怎么样能够 我们现在往健康城市的方向去 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人能够更健康 所以让比较年轻的老年人来照顾老的老年人 比较健康的来照顾不健康的 出老 然后去照顾老老 对我们要释放年轻人来做他该做的事 那这个是整体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 您说的地方创生 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其实要少盖硬体 这是我们的方向 因为你只要一盖硬体 你就必须要有人去维护 台湾的状况 台东的状况是 越来越少人可以做劳力式的工作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各乡镇说 我们在地方创生尽量少盖硬体 而是往我们这个乡镇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产业 把它在地的产业 所以庆龄一直在推部落旅游 也就是把部落的生活形态优化之后 把它的生活形态变成产业 那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另外我想议长也很关心 也就是在我们文化健康站的部分 我们一直希望老人家能够活得更健康 因为老人的健康就是释放年轻人的劳力 议长吴秀华引述国发会地方创生的推动战略 它地方创生它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企业 有一些企业其实是从我们乡村出去的企业 我们一些在外打拼有成的企业 我们鼓励它可以回到我们故乡来做投资 另外我们做科技的导入 不管是前几天郭台铭 郭董事长来讲的AI也好 我们用科技来导入 另外呢这个是要整合各个部会的创生资源 那这个也很厉害 那这个就是把各个部会的人才 他们鼓励公务人员返乡 到自己的故乡去教导我们的乡镇市长 教导我们的各乡镇市工所 共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甚至于在财政上 在资讯上他们都可以资源 还可以因为这样子来做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土地的法规 观光的法规 都可以因为这个创生计划 来做适当的调整跟松绑 那另外呢他们也非常鼓励社会 来参与创生 比如说我们的社团 我们的社会人士 共同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最后一个就是品牌的建立 也就是刚才我们非常有提到的 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每一个地方的DNA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老了谁来照顾我 台东已经是高龄化社会 议长吴秀华咨询 杨县长如何因应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台东也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人口老化已经是 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我想请问县长 您对这样的数据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认为我们台东县的老人 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议长我们现在在做的 文化健康站 其实我们现在在推的是社区照顾 也就是我们家的老人社区来照顾 以前都是自己的老人自己照顾 我照顾我爸妈 但我们现在要把观念重新做一个解构 就是我们来照顾我们社区的老人 所以我们希望鼓励更多的老人家 能够到社区文化健康站或巨福食堂 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共同照顾老人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另外我们也正在推 但是还没有推出 正在构思当中的时间银行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 现在还有能力的时候 把自己奉献出来的时间存折 未来您需要的时候来提领 所以文化等于是在长照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往社区方向走 让大家能够人力重新解放 议长吴秀华建议整合健康站 医疗 公共交通服务 老人关怀服务等资源 这个圆明处跟社会处 这两样资源是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的 不管是部落文化健康站 跟关怀据点 圆汉的融合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发挥到最大 我是责成社会处来反映 我们其实还有加社会 加卫生局 我们请社会处一分钟就好 让它来整合我们现在的资源 是 有在做整合了是吗 不好意思 我们跟圆明处也开过 至少有三次会议以上要做整合 因为事实上会提到一个问题 圆汉 圆汉其实它是共荣 那我们在很多部落社区里面 其实它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那不会因为老的时候这个照顾 因为分圆汉的话 其实这样子会有一点资源不公平 对 而且在同一个地区 甚至资源重叠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跟圆明处也合作 就目前如果是部落形态了 那我们就部落来设文化健康站 那汉人一样来照顾 可是费用可以分开计较 政府内部自己来拆掌 所以说不会有什么资源重复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据点挂两个招板 还是说对面就是两个不同的据点 了解 比如说原住民地区的原民处来做 但是我们这边关怀据点的人 一起纳进来这样子 对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整合 议长吴秀华指出 一般民众缺乏长照10年2.0的资讯 也不知道窗口在哪里 他建议建立永续公平的长照服务 议长吴秀华咨询教育处 资讯没有课程 由学校自定融入教学 造成学校的困扰也导致学生受教不公 以上是第19届县议会议长吴秀华于5月30号宪政总咨询当中 问证内容的摘要报导由徐静坤整理